当然是准备好了丰厚的大梨 这要看腰果树结果的样子 它的果子分为两部分 上面部分就像是一个大大的梨 果肉柔软而多汁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水果 在腰果的产地 这个部分都是被当作水果来销售的 由于外皮很脆弱 不适宜运输 所以不在原产地是很难吃到的 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腰果 是长在这个大水果下面的种子 如果把上面部分吃掉 丝毫不会破坏真正的药果种子 这样一来 受惠的动物们就可以安心地享受果实了 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该吃的吃 不该吃的坚决不能吃 大自然是精妙的 在演化过程当中 种子也具备了与生态互动的能力 把果实设计成奖赏来吸引动物 调整策略 这正是种子的大智慧所在 别以为种子只有借助动物才能施展智慧 事实上种子为了散播 已经掌握了十八般武艺 甚至能够跨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继续繁衍生息 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种子有哪些散播的妙招 作者指出 除了用果实对动物进行贿赂 请动物帮忙运输之外 种子还掌握了飞天 遁地 龟西大法等技能 先来看飞天 提起种子的飞翔 你肯定首先会想到蒲公英 柳絮等等 但是 看看植物在不远的地方留下的绒毛 你就能得出结论 这种带降落伞的种子 并不能算是飞行的高手 种子当中最擅长飞行的 要属乘风滑翔的 藤蔓植物 赤葫芦 这是一种产于东南亚热带雨林的 瓜科植物 它的藤蔓 能够攀爬到雨林的树冠上 当它像足球一样的果实成熟后 就会自动裂开 等到果肉风干 带有翅膀的种子 就会透过果实下方的裂缝 落下来 并用轻薄透明的翅膀 在空中滑翔 翅膀两翼的最长端可达12公分 豌豆大小的种子 就安心坐在驾驶舱当中 滑行出几十米远 如果顺风的话 甚至还可以飘到海上 奥地利人伊哥爱锤奇 受到赤葫芦种子的启发 设计出一艘滑翔机 机翼的形状就和赤葫芦种子一样 为了解决操控问题 爱锤奇又加装了像鸟一样的尾翼 创造出具有动力 可以操纵的飞机 结果大获成功 这款滑翔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大量制造 在军事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普通的两个翅膀 种子还另辟蹊径 演化出单侧翅膀飞行能力 而且比滑翔的种子更为常见 比如白蜡树的种子就像一串串钥匙 蜂树的种子本来是两片相连的双胞胎 起飞前就分开 一个种子一半等等 单侧翅膀在演化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 种子越大 翅膀就得越大 这样才能散播 翅膀面积最大的 要数巴西斑马木了 巨大的种子外面长着针刺 翅膀甚至可以达到30公分长 这可是极具杀伤力的植物武器 一旦有生物被击中 伤势一定不轻 随着持续的飞行散播 族群发展的步伐相当惊人 在北美洲北部 科学家就探测到 北美祝松正在往北移植 据测算 在北美祝松分布范围最北端 有些族群大约在100年前才抵达 它们能够在100年的时间 行进70公里 这对于植物来说 简直是莫大的跃进 除了飞天 种子还有遁地的本事 种子最终要扎根在泥土当中 才能生根发芽 足以很多种子 也演化出了遁地的本事 除了幼使动物把自己埋进土里 还通过自身构造 让自己埋进土里 小种子可以从土壤表面的缝隙 滑落下去 利用重力埋没到土里 有些大的种子 特别是一些河本科的种子 通常会生出一种称为 芒的短毛 让种子像飞镖一样 刺向土壤表面 一有机会 就直直地插进土壤裂缝当中 我们平常吃的小麦和大麦 也都有长长的芒 为了避免麦顺开裂 而把种子散播出去 农民会尽可能地除去 这些对人来说多余的构造 野生的大麦则不同 它们具有又硬又长的芒 落在地上之后 会在风中不停地震动 就像是打装机一样 让树直的麦子 插到土壤的缝隙里 更为神奇的是 有些种子的芒芒 会从空气当中吸收湿气 来改变形状 跟人的头发相似 随着湿度改变 芒芒吸收的湿气不同 有时蜷缩 有时松开 让种子在地表上前进 一直到种子 滑进裂缝钻到土里 这时 芒芒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有些芒芒 吸收水分之后 卷得很紧 还有倒沟 可以紧紧攀住裂缝的边缘 让种子钻到松软的土壤里 种子的本领 除了飞天遁地 还有一种归西大法 更加令人称道 这就是休眠 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 关闭了新陈代谢 虽然活着 但几乎不消耗养分 如果说翅膀 芒等等 都是种子跨越空间的工具 那么休眠 就是种子跨越时间的工具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 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种子 日积月累 有的经历了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上千年 1960年 考古学家在阿根廷 发现了一个古墓 发现里面有个古代波浪谷 它是用核桃壳做成的 壳里撞击发生的 是美人胶的种子 它们打开核桃壳 取出一部分种子种上 结果沉睡600年的美人胶种子 竟然成功发芽了 对于种子的记录来说 这并不算长 最古老的萌芽种子称号 是由一颗2000年高龄的 海藻种子获得的 在以色列 马萨达宫殿的考古当中 考古学家发现了这颗种子 通过实验鉴定 结果发现 它们被收集于2000年以前 在考古学家的抽屉当中 躺了30年后 一位农业学家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种下了这颗种子 结果 它还真的发芽了 并且长大开花 结果 这不能不说是造物主的神迹 其实种子的休眠技能 也是物种演化的结果 如果让所有种子一起发芽 万一哪一年出现了大灾难 那么所有的后代都会死亡 植物如果不让部分种子 休眠来分散开这种风险 就会被大自然淘汰 面对这种情况 植物也进化出 让种子休眠的功能 它们会通过安排 肿皮的松紧程度来决定发芽的早晚时间 这种现象 以一年生植物和其他寿命较短的植物最为常见 这也是园丁们哀叹的 节子一年 除草七年的原因所在 野草在一年内落下的子 会给你带来七年的新野草 总的来说 无论是飞天遁地还是休眠 都是植物为了繁衍后代而修炼出来的绝技 其中包含着对子女未来的期待和因因关切 当种子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时候 父母早已经给他们准备好成长应该具备的条件 说到成长 最后我们来说说种子萌芽的策略 种子发芽从汲取水分开始 首先是开始膨胀 接着 胚芽部分开始生长 种子吸水的过程就像是海绵一样 利用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对水分子的亲和力 主动吸入水分 吸水过程快得惊人 吸水发芽速度最快的是南非百乐化的种子 接触水分几秒钟之内 种子原本覆盖着茂密白毛的光滑外皮 就会变得湿湿黏黏的 把种子碾在地表 既不会被暴雨冲走 也不会被蚂蚁吃掉 六个小时之后 膨胀的胚芽就能将肿皮撑开 把根扎进土里 但是发芽就像分娩一样 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一旦发芽就不能走回头路了 所以发芽的时机至关重要 几乎就是生死攸关 对于这一点 种子们早已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手段 来寻找时机 大致来说 种子选择发芽的时机主要有三种方法 因食而动 分散风险和生物探测 先来说 因食而动 因食而动就是配合季节调整休眠期 通过季节温度和土壤中的湿度 来安排种子休眠 以及在恰当的时机 刺激种子发芽 大部分种子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埋在土里的种子 在冬天感受到低温 就打破休眠状态 准备好在春天来临 土壤回暖时发芽 而一些一年生植物种子的发芽机制 更加精巧 它们会打赌冬天冷不冷 比如说阿拉伯戒和雀脉草等等 都是在秋天发芽 这样做虽然会有被冬天寒霜冻死的可能 但是如果存活下来 就会有回报 因为比起其他春天才发芽的种子 这些幼苗抢先一步发育成长 能长得比较大 结的种子也就更多 分散风险也是种子在长期氧化中掌握的技能 一些冬季一年生的植物懂得分散风险 它们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而是选择让一部分种子在冬季发芽 另外一部分种子在春天发芽 如果按照春华秋时的传统套路 春天发芽的种子将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存活的几率也在减少 而那些冬天发芽的幼苗 它们虽然个子比较小 种子也比较少 但是存活的几率却大大增加了 由于种子无法计算冬天冷或不冷的概率 所以有时候不休眠的种子长得好 有时候休眠的种子长得好 从长远角度来看 懂得分散风险 结出两种种子的植物 会比只剩一种种子的植物 胜率更大一些 这与股票投资的原理非常吻合 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地方下注 好分散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时间证明 种子也是运用这一策略的高手 除了这两种方式 种子还会利用探测到的精确讯息 来决定什么时候发芽 一些植物的种子具有光感受体 能够感知光线 只有接受到光的信号才会发芽 就像蜗具一类的种子 对光很敏感 即使温度和湿度合适 但只要在黑暗当中就不会发芽 但是只要有一丝阳光 就能让种子从休眠中苏醒 土壤中有很多对光敏感的杂草种子 有时候给菜地或者花盆翻土 就会让阳光传递信息给它们 让它们知道自己已经接近土壤表面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拔太多的草 就尽量不要去翻土 除了光敏感之外 种子们还有另外一种手段 能够探测到土壤上面是否适合发芽 这就是温度的变化 长满草的土壤表面就像一层隔绝物 能够调节土壤内的温度 使之保持一种相对恒定的温度 而裸露在土壤表面没有这层隔绝物 土壤内的温度就高低起伏 许多种子就从这种温度起伏当中 探测到了地表的情况 然后决定是否发芽 如果感受到温度起伏 种子就会在春天发芽 如果感受到的温度很平均 种子就不会发芽 种子选择发芽的时机 虽然千奇百怪 但都是在物种演化的塑造和支配下形成的 其最终的目的依然是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最大限度的繁衍后代 好了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种子的故事这本书当中 为我们展现出的种子智慧 为了应对天敌和同类竞争 种子们演化出了精妙的应对策略 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危险 培养子丝 种子们掌握了操纵动物的智慧 为了能够四处开枝散叶 植物们又赋予了种子上天遁地 归息大法的能力 为了能够保证存活率 种子们还具备了选择发芽 时机的自带属性 无论是操纵动物也好 上天遁地也好 种子这些充满智慧 举动背后的动机 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延续生命 在这些精妙智慧的背后 是大自然物种演化的力量在推动 让生物解决一个个挑战 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 也正是因为 大自然赋予种子这种智慧 才使得地球上其他生物 有了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场所 和生存来源 一颗种子蕴含着开天辟地的力量 同样也充满了妙不可言的智慧 好了 种子的故事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 精华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